一提起特重兵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很神秘,有时候连他们具体用什么武器都不是很清楚,其实特重兵也是军人。 在选择武器方面,只不过没有普通军人那么标准,他们使用武器非常的灵活,根据战场环境、敌人火力、敌人装甲强度去合理化定制自己的武器,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作战环境他们也遵循着一定的配备武器原则,其实一个特重兵大概是会带这么多武器的。 一把主武器,同游戏一样,不管是狙击枪、限弹枪、冲锋枪、还是突击步枪,这把主武器是标配,并且会根据个人擅长和战场情况去改变,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改变个人战斗位置,也不会轻易的带多于一把的主武器。 毕竟一把枪已经足够,带太多步枪会增加负重、增加作战术动作的难度,造成火力重复,而我们也常见到一些特种兵会在战场上备两把武器,那可能是在战场上预测到局势的变化临时做的改变,比如说狙击手要逃命,比如说特种兵的主武器弹药已经不足,又得不到不及,只能多带一把不同口径的步枪备用。 笔手枪,这不是一把简单的冷兵器,而是可以发射多发子弹的枪,在笔手枪逐渐实验成熟以后,也开始配备到有需求的精英特种部队中去了,优先切换手枪,这把手枪会是平时最常用来训练的手枪,装弹量不会少,一般在15发甚至以上,性能可靠,作战前上膛,以备在作战时主武,气打光子弹或者故障时使用, 一般会放在腰间,胸前,或者是大腿战术枪套上,这个根据各个特种部队的规定,或者个人习惯决定。 特种手枪,这种手枪一般是可以发射信号弹,有特殊作用的子弹使用,或者是威力大的大口径手枪弹,配备瞄准镜,有需求的话,也会配备消声器,这种手枪是在战场有反侦察,或者是其他需求时使用,同时也会作为一种火力的替补。 比如说主武器和副武器手枪子弹都打光了,此时变换射击姿势,可以很顺手地拿到这把手枪,该手枪一般根据战场情况别在后背,后腰,或者是左腿,有作战靴之伤等等的位置。 说到枪械火力补卫,千万不要有如果四把枪第一个弹狭子弹打完了怎么办的疑问,因为特种兵一般不会轻易使用副武器,他们在作战过程当中,一定会优先使用主武器。 在特种兵战斗位置的变换过程中,他们也一定会找到掩体在向前推进的,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把握好战斗的节奏。 而四种武器是各有各的优势,特种兵一定会战斗过程中,根据需要有选择性的使用。